老和尚内力身后几乎刀枪不入 单手能扭断铁棍 口中还能吐出十级大风 他最害怕的是千古奇奇凤奇 只要打开机关就能射出万根银针 并且这些银针细如牛毛 五百步内没有幸存者 只有这把琴的人名叫红姑 他神出鬼没武功高强 常年穿一身红衣在江湖行侠仗义 神龙见首不见尾 当老和尚对战红姑谁能活到最后 老和尚看似先锋盗谷 但其实是个花和尚 他霸占红联寺杀了方丈后 囚禁了几百名僧人 开创了红联教 教徒为非作歹 下山抢抢名语入庙 供他们享用不顺从的格杀勿论 这天红联教运送一堆抢来的镖银 不料被一群蒙面人偷袭 小伙桂武以为红联教是正经商货 抽剑上前帮忙 不料被蒙面人一镖刺在肩头 领头的人晃动拐杖 铃铛作响 蒙面人瞬间撤退 桂武晕倒在地 一位红衣女侠路过将她救了下来 询问得知 桂武要前往甘庄找未婚妻莲珠 大感吃惊 原来她是亲侄子 不过她并没有和桂武相认 而是嘱咐她到了甘家后要多学武艺 不然不要出来闯江湖 杜武虽然觉得奇怪 但她也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在路上遇到侄女小林 在她的带领下来到甘家 当家的看到杜武的模样后 脸色一变 因为她就是飞镖打晕杜武的蒙面人 甘家知道红联教作恶多端 为了避免事端 他们就会蒙面打杰红联教 并把货物归原主 虽然确定了杜武的身份 但她还是怀疑杜武是不是红联教的卧底 决定先观察几天 告诉她莲珠生病了 过几天再安排两人的婚事 杜武年轻气盛 半夜三更翻进莲珠的院子 两人多年未见十分激动 杜武询问莲珠的病情 得知什么事也没有 心里有点害怕 当家的看到杜武的表情 确定她不是奸细 便安排两人办喜事 在杜武的日子里 杜武过得毫不快活 每天吃喝玩什么都不用干 空的时候就学习鸳鸯剑 这天杜武听到杜武要外出还标营 他感到有点怀疑 杜武不务正业 这时红联教的人杀到 杜武一众开始反击 红联教既不如人 死伤惨重 杜武在刚才的战斗中 看到一个上次截标的人 并得知他是大嫂带来的兄弟 再拿出上次射中自己的飞镖给连珠看 得知那是他爸的 这下他确定 干家就是劫匪 连珠气得给了他几巴掌 杜武劝连珠跟着一起走 不要和劫匪在一起 说的一套又一套 把连珠给说动了 但是连珠说 进了他们家的门 就没有那么容易出去 当年鼓掌想带姑姑走 结果被老太活活打死 杜武可不管这些 他父亲就是被劫匪杀害的 他怎么能和劫匪住在同一屋檐下 不料他们的对话被人偷听 老太太之后 当即派人去拦截 第二天一早 夫妻俩刚出门就被大嫂拦下 杜武几下就被打翻 连珠丢出飞镖 正中大嫂手腕 大嫂也不愿意为难他们 便自愿忍输 第二关是大姑 夫妻二人使出鸳鸯剑 但是和大姑比起来相差甚远 连珠连忙求情 大姑想到了丈夫死在老台帐下 以心软便放他们走 还指导他们剑法的不足之处 第三关是岳母 杜武自知不敌 直接下跪求放过 岳母看得不大意出来 没想到女儿怎么会嫁给一个 这么无能的人 最后在连珠的请求下 她丢下一包首饰 让两人快走 最后一关是老太 老太问他们为什么要走 杜武击穿甘家是强盗的事实 会被灭口 便说自己想出去为父报仇 老太这次不想再伤害小辈 便放他们离开 小情侣初次进入江湖 不懂江湖险恶 他们来到一处寺院休息 却不知 这里就是红莲教的大本营之一 这里有众多被掠来的良家妇女 女孩和父亲到庙里上香 父亲刚喝了尼姑地上的茶水 便倒地不起 女孩被尼姑强行控制 押到密室供他们享用 更可怕的是 还有女性和假和尚同流合污 这时杜武和莲珠来到庙里 红莲教认出莲珠 是死对头甘家宝的姑娘 便在茶里下毒 正当二人要喝的时候 红姑射去飞镖 提醒两人茶里有毒 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 抽出箭准备去找和尚麻烦 他们已经忘了 一小时前自己刚被和尚劫持 差点送命 这时从床下传来呼救声 二人顺着声音来到地下室 发现好几名被困的姑娘 把他们解救出来后 假和尚也不装了 混战中无辜少女被害 莲珠也被假和尚逼到佛像前 被机关困住 杜武前来帮忙 不料反派喜欢晒技术 射出飞镖将杜武钉在门上 假和尚要让他死个明白 便告诉杜武 因为甘家经常抢他们的赃物 所以才向他们下手 杜武这才明白 自己错怪了岳父 紧要关头 受伤的少女用最后一点力气 打开开关 莲珠脱困 拼力救下杜武 但两只菜鸟还是陷入危险 危机关头 红姑来了 方丈看了肩上的飞镖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便先逃走 红姑教训杜武 一定要听老人言 学好武功才出来走江湖 经过这次危机 二人决定重回甘家 前心习武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 看到几人在抢抢名语 莲珠想上前帮忙 却被杜武拦住 在莲珠的劝说下 杜武只能跟着莲珠 沿着脚印寻找踪迹 但他们却不知道 那只是一个陷阱 女人全是演员 目的就是要引他们 进入红莲寺 二人寻找踪迹 来到红莲寺 忘了刚被抓的危险 开口就要见方丈 小和尚转身把他们引入陷阱 莲珠瞬间被铁龙困住 他让杜武赶快回去搬救兵 一群和尚将他包围 在打斗中故意放水 让杜武逃走 因为他们在庙里布置了 大量的机关 故意让杜武回去搬救兵 方便把干家斩草除根 另一边 一名真和尚救出莲珠 告诉他 庙里的和尚除了几个干苦力的 其他全都是假的 希望莲珠能救出他的师兄弟 不料他们刚出密道 就落入陷阱 二人走上吊桥 河里露出利剑 和尚不幸被暗器辞中 掉进河里 莲珠一路逃到藏金阁 却不知道这里机关遍地 不过因为和尚想要活口 他们关闭了机关 莲珠连续斩杀数人 还以为对方战斗力弱 一路杀到了二楼 不料冲出几十名和尚 把他逼到房间里关了起来 过不了几天 你们全家伙在这儿团圆了 另一边 都武逃回干家 在门口遇到莲珠的师兄 师兄得知师妹被抓 气不打一处来 他也没想到都武这么无能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进去通报 干家在得知莲珠被抓后 他们也非常无奈 因为红莲教人数众多 并且这肯定是一个陷阱 搞不好会被灭门 虽说姑娘嫁夫从夫 但毕竟是轻骨肉 干家人最后还是决定冒险 师兄独自出发 翻墙入院 不料中了埋伏 他不许拔掉暗器 和几人打在一起 干家剑法称霸武林 解决他们轻而易举 他抓到几人 询问莲珠在哪 和尚一犹豫 他就挑断对方舌头 幸存的和尚将他带进藏金阁 却不知 这一切都在红莲教的算计中 师兄在和尚的带领下 走进一条长道 如果物彩花纹地砖 就会触发头顶机关 就会被重大千斤 带有尖刺的铁板砸死 在和尚的带领下 二人成功来到藏金阁 但和尚却不敢再向前走 因为他不知道 前面的机关布置 在师兄的逼迫下 他向前走了一步 结果惨死现场 师兄以为这样安全了 却不知危险才刚刚开始 师兄闯进藏金阁 看到莲珠 正想上去救他 不料触发了脚底的机关 被牛皮网掉到上空 十几名弓箭手将他射成刺猬 随后将他的头颅送到甘家 甘家人心如刀割 发誓要为其报仇 精英清朝而出 杀向孔莲寺 红姑收到乌鸦的报信 他也起身前往红莲寺 一群人翻入院墙 轻松解决了守门人 直达红莲寺大堂 一路无惊无险 大堂侧一个密道 几个人刚进入就被困住 千斤巨石落下 他们只好用尽全力支撑 年龄最小的甘小妹 从门缝倒出 他悄悄地跟在尼姑身后 进入机关室 拿出削铁如泥的鱼长剑 杀死三人 解决的危机 另一批冲入的甘家人 却没那么幸运 在走木桥时 不小心被击中洛剑池牺牲 甘老太等人得知兄弟牺牲 心情异常沉重 但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他们重整心情继续向前 不料红莲寺的机关防不胜防 一不小心二人掉入剑坑 一人防备不及 被尖刀刺死 另一人眼疾手快 用钩爪抓住洞眼逃出 六人来不及悲痛 冲进藏经阁 甘小妹误踩中机关 近百只利剑射出 又是千斤断头刀砸下 幸好他身小灵活 躲过一截 好不容易进入二楼 他们发现 连珠瘫倒在地 怎么都叫不醒 正当疑惑时 两道体门落下 将所有人困住 和尚打开机关 大量的浓烟喷出 不出半小时 他们会命丧当场 红莲教的领导 开心坏了 这次虽然损失了大量的弟子 但是铲除了一个 最重要的仇家 帮主肯定有赏 另一边 独吾也杀了出来 他误入到机关室 看到一个和尚后 得知甘家人陷入危险 便将放毒烟的人斩杀 随后打开铁门 甘老太等人逃了出来 立即查看了连珠的情况 发现他已死 正在伤心的时候 细心的小妹发现 尸体的指甲过长 再仔细查看 发现这人根本不是连珠 几人心里总算舒了一口气 逼问旁边的和尚是怎么回事 原来 昨天一名全身红衣的女侠 闯入庙里 救走了连珠 为了让甘家人上当 红莲寺的人就杀了 平常伺候他们的姑娘 引诱他们上当 另一边 连珠在红姑的住所醒来 红姑和他说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当年 将军全家被红莲寺帮主杀害 只有杜武和他侥幸活着 红姑为了报仇 隐姓埋名 苦练武功 寻找机会报仇 他向连珠展示了奉旗 那是一把由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兵器 不仅能当普通勤用 更重要的是 能射出近百发 细如牛毛的肥针 五百米处 无人能生还 由于过于很多 如果流落到坏人手里 对江湖会是一片浩劫 所以他想借用甘家的鱼长剑 将其摧毁 连珠心思一动 希望红姑把凤琴送给自己 他用凤琴将红莲轿铲除后 一定用鱼长剑将其摧毁 这时 乌鸦又来报信 两人来到甘家堡 发现这里一片残破 到处都是尸体 仅有大姐残留一口气 原来 红莲轿趁甘家堡没人派兵偷袭 失去主力军的甘家堡几乎被灭门 另一边 甘老太几人杀到红莲寺院内 红莲寺帮主老和尚终于现身 他使用内力吹出十几小台风 连桶顶都晃动起来 甘家人一起上 困住老和尚 甘二娘丢出飞镖 不料平时能轻易杀人的飞镖 设在老和尚身上 他根本没有反应 老和尚一用力 进百斤的龙头棍 也被拧成麻花 身上的铁链都被震断 才一招 胜负基本一线 所有人都非常害怕 没想到老和尚内功这么高深 这时红莲出现 老和尚再吹出十几小台风 不料红莲面露笑容分毫未动 随后红莲出手 一道闪电神法 看到老和尚头晕眼花 在一个闪现点穴 老和尚被钉在原地 都无这时冲了出来 一剑送他上席天 老和尚之死也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同时莲珠也救出庙里的真和尚 但是他却把庙给烧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几点不明白 红姑武功这么高 为什么不一早就解决掉红莲寺 为民除害呢 另一个是既然救出了和尚 那为什么又要烧寺庙呢 不过作为1965年的电影 我们对剧情就不要要求太多 片中最精彩的是 庙中各种奇音小技 主角的表现差强人意 特别是王宇主演的杜武 很没劲 懦弱无能的模样更是让人厌目 你们觉得呢